李靖蕾王力宏的离婚风暴 现在变成了国际事件了吗 来看到李靖蕾在昨天晚上 再次的po文重击 待会就来看看他重击的内容是什么 不过最近有多了 有不少指责李靖蕾的发文 眼间的网友发现说奇怪 这些发文很多都是来自于境外的IP 所以湘明直言说 是不是公安公司在带风向呢 加上李靖蕾今天说了 王力宏利用的权势动用的关系 花钱买了网军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巧合 而另外优美所属的 拜兔的工作室 在前天发文问了李靖蕾 没有联系警方 结果李靖蕾昨天晚上po了影片 录下了用关键字 拜兔工作室搜寻的影片 表示没有收到对方的联系 拜兔工作室今天凌晨 也火速的反击 po出了送私讯给李靖蕾的影片 怒轟他又撒谎 来看到双方正是 你来我往的火速的打脸 另外还有一个人 就是徐若萱 徐若萱现在卷入了 王力宏离婚风暴之后 本来在五月份要办的演唱会 曾经传出说 有可能会办不成 但是徐若萱 十一号在脸书也发文了 他说承诺过得不会缺席 演唱会还会是 如期的来进行 他说小巨蛋不见不散 但是我们看到了 王力宏离婚风暴 曾经了三个礼拜之后 昨天晚上李靖蕾又po了一个 很长很长的文章 指控王力宏出关之后 直奔住处吴江豪宅 找他跟孩子 但是王力宏不仅是试图要硬闯 而且后面还带了三个男子 他失控的行径 吓得孩子放声大哭 李靖蕾甚至以毛骨悚然来形容 今天早上李靖蕾更发出了七点的声明 他要揭发王力宏的不堪证据 曾经三周雷神之锤再度发威 李靖蕾在11号深夜突然po文 控诉王力宏出关后 带着三名陌生男子 试图闯进吴江家中 王力宏身穿黑衣 紧贴家门对着里面的李靖蕾 大声喊话 除了要求他拔掉家中监控 坚持让身后两名男子一起进家门 还示意第三名陌生男子 往后退一四翔躲过视线 李靖蕾查看监视器 发现陌生男子全程紧盯 毛骨悚然不敢开门 王力宏却变本加厉 试图硬闯用力摇门 吓哭家中三名小孩 除了控诉王力宏 精神虐待李靖蕾 也发布不自杀声明 痛逼王力宏行为脱续 为了挽回民生 将三个孩子推上火线 不光孩子的长相当作挡箭盘 打脸王力宏过去说法 面对李靖蕾签字指控 王力宏所属红声音乐 在12号凌晨发布声明反驳 要求李靖蕾有证据 就直接提告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表示李宏只想看到孩子 经纪人也回应 当天陪同的两名男子 分别是服务夫妻两人 12年的生活助理和11年员工 第三名陌生男子 则是王力宏聘请的贴身保镖 不过雷神可不适神游的灯 12号一早8点准时开锤 发表7点声明狠狠打脸王力宏 表示要公开他的不堪证据 还揭发证明夫妻生活助理 对王力宏为命适从 質疑看孩子为什么要拔监控 还带这么多人硬闯 怒批王力宏行径可怕早已报警 雷神之锤六度发威 甜蜜夫妻早已撕破脸 王力宏离婚风波越闹越大 记者综合报导